虽然像郭晶晶这样,能在豪门火的令人打心眼里羡慕时出罕见,但依旧有不少女星,哪怕自己功成名就,身家不废,却仍希望通过嫁人,要自己成为下一个他,而无愧此无疑就是后者。 认识季小波的时候,吴佩慈虽然已到阿尔丽之年,但依旧肤白貌美,心徒也还算是璀璨,因此,当他宣布自己已经身怀有欲,产后就与男友完婚,还要将重心放到家庭后,不少即将失去女神的网友,虽然表示自己很伤心,但依旧默默送上了祝福。 不过,李氏不管是吴佩慈,还是网友们都不知道,与其中的婚礼不仅遥遥无期,甚至还成为了异常笑话。 对此,作为当事人之一,又是女人的吴佩慈,无疑是尴尬的,毕竟他说了好多次自己要结婚,也晒了好几次戒指,但孩子擦把愣是没有帮自己兑现承诺, 而犯的带在未婚夫的位置懒得动他,而本就不少的风言风语,也因为他的态度更多了。 而这期间,虽然有看笑话的网友,但你有同情他的网友,于是有人劝他说, 分开吧,这个男人心里没你,甚至好友也说,分开吧,不要耽误自己,然而吴佩慈依旧故我,于是,他第三个孩子在去年的夏天来到了这个世界,于是,他好此时意送了季妈妈好大一尊金龙,博对方还心。 因为这番豪气,他成为网友口中的中国好儿媳,但季妈妈却依然笑而不语,至于季晓波更是在今年三月,被拍到与其他女生外出游玩,对此,不配慈怒吗?失望吗?死心了吗?不得而知。 但他突然换了发型,还抛架三个儿子,抛回台队娘家,更是住了好几天,却是经过媒体实锤的。 至于外界的网友,依然是同情有知,看热闹的有知,甚至还有人羡慕他。 该网友直言,有钱,有孩,没老公,无配合现在的状态,这是普通人做梦的。 梦不到的好事,而他的这一说法,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赞同,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一说法会三观。 实际上,不管是什么活法,无配慈这种将自己置于底层的做法却是不对的。 就好比一顾女心肥肥哦,他做到了只要你要,只要我有,却忘记了多爱自己一点,也忘了给对方多疼一点的机会。 于是正少秋走了,孩子终究还是没了爸爸,而他到死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最后,祝福无配慈,不要成为第二个肥肥,也希望他的三个孩子不要成为第二个正心仪。 毕竟这样的爱,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,也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。 优优独播放